而交通部长叶匡时因为高铁的财务改善方案 遭到了立法院交通委员会的否决 昨天更是无预警的请辞了交通部长 个人及同仁们虽然非常积极努力与各界沟通 然而仍然未能获得应有之支持深感遗憾 基于政务官为政策负责之理念 本人即日起请辞交通部长以示负责